大家好 我这一片辣椒树 总共栽种了三年的时间 现在这个长势非常的高 大家看一下这一棵 比我长得还要高 而且今年的产量也很高 比往年的还要多 现在立立续续的开始挂果 还有不断的在开花 那么说起这片辣椒树 还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过年的那段时间 差点就被我家园全部给它挖掉了 因为当时感觉辣椒不好种 感觉这个价格走势会低 我家人听说百香果 这个价格会高 所以说差点选择了百香果 如果说当时把这个辣椒树全部挖掉的话 是非常可惜的 大家看一下这些 挂的是非常多的果 而且呢 我们家栽种的这个辣椒是紫天椒 这种紫天椒一挂过之后 都是往天上植的 所以叫紫天椒 比其他辣椒可能产量会低一点 但是它的这个品质 比其他辣椒还要辣 我们当地的都喜欢栽种这种辣椒 因为它比较辣 做出来的东西也比较香 所以说我们这边都喜欢栽种这种辣椒 但是不知道 今年的行情怎么样 因为今年呢 也没有栽过这个辣椒去卖 所以说呢 不知道是重新把这个百香果栽种起来 收入高 还是 这些辣椒的收入高 好了 也欢迎大家留言 分享自己的看法 因为毕竟我们农村 对这些行情呢 把握的不是很好 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如果大家知道这些行情的话 不妨留言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难道 好